《俗歌说电影》 毛胆哥又摸到了某军火库 偷走了大批的武器 看着意思 估计这哥们是准备打一场硬仗 转场之后 两名警察正在巡逻的时候 随着光当一声巨响 毛胆哥闪亮了场 警察说放下你手里的武器 不然就把你压给毙了 双方正僵持的时候 其中一哥们突然就变了异 被附身的警察说 毛胆啊毛胆 上帝要让人类领盒犯 就甭跟这添乱 毛胆哥说我跟你没有共同语言 两人一言不合 叮叮光当就开了枪 这毛胆哥毕竟是男一号 很快就让对方交了翻票 转场之后 接盘哥从一场噩梦中突然进行了 这哥们正在门口透气的时候 已经怀孕八个月的大眼妹 从屋里走了出来 这大眼妹啊 不仅未婚先孕 而且现在连孩子的亲爹找不着了 这接盘哥不仅是个老实人 而且还疯狂的暗恋着大眼妹 他一直坚信爱情是伟大的 只要大眼妹答应跟他结婚 他就能心甘情愿的当孩子的后爹 这接盘哥和他爹地忧郁叔 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 惨淡经营着一家综合商店 由于当年投资失望 忧郁叔的老婆受不了 就跟着别的男人跑 接盘哥的女神大眼妹啊 是这店里的服务员 由于平时也没什么顾客 所以这生意也非常的消腾 厨师鲁蛋叔说别拍了 那电视机比我的岁数都大 当心拍几眼了他给你包扎 由于汽车在半道跑了毛 龙套叔和冷淡姐带着闺女小甜甜呢 只好在忧郁叔上落脚 等着气场就好 这个时候找不着北的老抽哥 也开车来到地儿了 对于儿子一直追求大眼妹这件事 由于叔非常的烦恼 说儿子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他跟别人花天酒地 闷那蜜的时候想问你 你想传宗接代 那也得是自家地理的菜 接盘侠我可见过不少 但像你这种傻貌还真不好扮 接盘哥说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 你管他是一家地理的 挖到篮子里就是菜啊 由于叔这边刚进屋啊 接盘哥突然看到 远处出现了诡异的景象 而与此同时 店里的电视电话收音机 全都没信号 就在大家伙瞎琢磨的时候 腿脚不利索的李奶奶 开着车一路飘移着 就来到了店里 这李奶奶不仅和蔼可心 而且特奸谈 见人是不笑不说话呀 大家都觉得这老太太啊 人出无害 可时间不大 这李奶奶就开始骂街了 龙套叔刚想过去要个说法 就被李奶奶吭吃咬一口 接着这屋里就乱了套 这李奶奶拐棍也不要 蹭了一下就上了房 比猴窜的还快 鲁蛋叔一看急忙甩出了 电影中的皮卡器 平底锅 可这个时候 平底锅也不好使了 眼瞅着接盘哥要狗屁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老抽哥从后面一枪 就把李奶奶给逼了 由于龙套叔伤势严重 大家伙决定开车 送龙套叔上医院 可刚跑出没多远 这苍蝇军团突然就杀到 把这帮人全都瞎尿了 只好返回了店 大家伙正准备处理 李奶奶尸体的时候 毛蛋哥开着抢来的警车 风尘仆仆的感到 由于刚才被李奶奶 那么一折腾 大家伙的警惕性都比较高 加上这毛蛋哥 说话云山雾罩了 也听不太懂 犹豫叔就把枪给端起来 毛蛋哥出手如垫 上去就把枪给抢了过来 说咱都别闹了 大批的李奶奶 马上就要杀到 哥几个都给我打起精神 准备给他们决一子弹 由于这事态转折的太快 这帮人都有点云彩 到了晚上 一辆卖冰激凌的车 来到了店门口 从车上下来这位 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 果不其然 时间不大 这哥们就变身了 毛蛋哥也没客气 叮叮咣当就开了枪 紧接着 大批李奶奶的同类 开着车就杀到 接下来就是一场 鸡飞狗跳的混战 本来就快断气的龙套叔 在这场战斗中 顺理成章的领了河盘 最终由于我方的火力强大 暂时击退了敌人进攻 惊魂未定的忧郁叔说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毛蛋哥说 上帝对人类已经失望 打算让你们全都领和换 外边那些玩意儿 都是被天使精神控制的傀儡 小甜甜说 那你是来保护我们呢 毛蛋哥说 不是 我这次来是为了保护大眼妹 因为他肚里那孩子 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希望 大眼妹说 大哥你可别逗了 我就是一单身屌丝狗 穷得连自行车都没有 毛蛋哥说 我实话跟你说了 你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耶稣基督 你都圣母了 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外边那帮人来的目的 就是要弄死你肚子里的孩子 这孩子自要是领了盒饭 全人类都在玩了蛋 作为一部合格的电影 节奏非常的重要 刚经历了一场恶战 现在该坐下来撤手蛋 鲁蛋叔和老抽哥 这号位挺聊的来 两人从海天 一直聊到楼一千 接盘哥说 你来这之前是干嘛的 毛蛋哥说 我是天使军团的将军 虽然上帝 对你们人类失去了信心 但我没有 不过你们人类 也确实不像话 整天的相互残杀 争权夺利 搞得是无言瘴气 而我之所以对人类 还有信心 主要是因为你 你爱上了一个 怀了别人孩子的女人 虽然这女人经常的欺骗你 但你仍然这么 此心塌地不离不弃 哥们儿 我觉得你太不容易 正是你这种 执着的精神打动了 让我觉得人类 还是有希望 听了天使的话 这接盘哥觉得 自己是越来越伟大 站在房顶上 毛蛋哥 禁不住想起了 临出门的时候 跟加百列的一番对话 毛蛋哥说 这上帝也是老糊涂 动不动就毁灭全人 不能再让他这么瞎回来了 加百列说 哥们儿 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你要是违抗了上帝的旨意 那可没好果子是 况且天狗已经放出来了 人类注定要被毁灭 第二天的一早 精神恍惚的冷淡姐 来到窗口一看呢 发现龙套叔 正大头朝下在那挂了 这姐们儿一看 可就不干的 拉开门就冲了出去 鲁蛋叔为了英雄救美 不幸装了洗手 到了晚上 一对夫妻带着儿子 小正太到家里来加油 这个时候 傀儡们突然就杀到 老抽哥为了救小正太 单枪匹马就杀了过去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居然是天使们 给他设下的圈套 小正太上去坑吃一口 就让老抽哥交了换票 小甜甜一看就急了 上去就打算让小正太里喝汗 可关键的时候 居然没子弹 眼瞅着小甜甜被困在车里 大眼没说 你要不去救人 我可去了 到时候孩子万一哽了屁 你所有的努力 就全都潜污进去 毛蛋哥一看 这圣母居然跟自己耍无赖 毛蛋哥 虽然是哲义的天使 但毕竟还是天使 因此时间不大 就把小甜甜给救回来 大家伙这边刚喘口气 小正太拿着刀突然出现 直奔大眼妹的肚子 就打算让救师主领和汗 不过这大眼妹也不白给 一脚就把小正太传汗在地上 经过这么一折腾 大眼妹是急火攻心早产了 随着孩子的降声 加百烈扑愣着翅膀出现 这哥们准备来个斩草 出根一会儿端 在毛蛋哥的掩护下 接盘哥带着大眼妹和小甜甜 开着车仨子聊 加百烈说老弟你只有何必呢 怎么非得跟上帝过不去呢 毛蛋哥深情地抚摸着 加百烈的脸上说 哥呀别嫌扯淡了开恋 接下来是毛蛋哥和加百烈的 一场巅峰对决 这毛蛋哥虽然挺能打 但跟加百烈比起来还差点谎 就在这个时候上帝看不下去了 直接就把毛蛋哥给回收了 加百烈正在屋里瞎悬磨的时候 突然发现受伤的 忧郁鼠把煤气里打开 幸亏这哥们反应快呀 不然非被红烧了不可 随后加百烈碾上了接盘哥的时候 经过一番混战 加百烈把大眼妹逼到了悬崖边上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毛蛋哥突然扑扔着翅膀出现 加百烈一看就蒙圈了 说这什么情况啊 毛蛋哥说上帝回心软意了 你该干嘛干嘛去 加百烈一听心想 这上帝也太不靠谱了 怎么说变就变 合着我白忙活了 这哥们实在是咽不下这狗气的 上去就要跟毛蛋哥拼命 可长出翅膀的毛蛋哥功力大增了 一刀就把加百烈给制服了 加百烈说你弄死我 这平时都是不离不弃的好机友 毛蛋哥哪吓得去守 影片的最后 加百烈和毛蛋哥都碰着翅膀飞走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总 上帝有时挺可气 整天没个准主意 周令西改下户搞 究竟你想怎么的 谢谢大家